回到本地 为了推荐工业4.0发展 企业发展局协助本地中小企业成立了三个科技数码财团 以提升他们的竞争力 其中一个是智能工业4.0转型联盟 一年来业务不断的扩充 未来将把触角从亚太区延伸到俄罗斯和欧洲市场 来看记者聂国威的报道 无论是原材料的自动运输机或生产货品的机器手 智能工业4.0转型联盟 能为有需要的企业提供各种数码科技解决方案 这个联盟现在由9家本地企业和12家跨国公司组成 转型联盟指出 个别中小企业在各自领域拥有专场 但难以为客户提供全套的解决方案 因此削弱了他们的竞争力 现在结合了各企业的力量 实力不但增强 顾客也受益 这个联盟的话 我们的品牌也提升了 然后我们的就是可以提供一站式的服务给各客户 所以客户也不用说到处去找一些方案 到底怎么样去解决他们的问题 企业发展局授讯师表示 随着我国潮工业4.0发展 越来越多中小企业正积极寻找数码方案 改善他们的生产过程 这种结合多家企业提供的一站式解决方案 将能更好地满足顾客的需要 为了跟上工业4.0 不少企业纷纷转型或调整运作模式 这样一来将有助提升企业 尤其是中小企业的竞争力 以便在国际市场上奋得以备更 这个工业4.0是一个新的趋向 以前的程序都是人工在做 所以不只是自动化方面需要提升 还有一些程序软件方面也是要连接起来 新闯新闻记者聂国威报道 8-0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